将黄豆磨成豆浆放入桶中与益生菌一起发酵 民间茶农欧正中有感于民间茶 目前是饮料茶原料的大宗 深深觉得可惜 因此导入了农委会TAGS产销履历认证 运用益生菌、有机肥料以及精准的田间管理 希望为民间茶找寻不一样的出路 几年前就已经感觉我们传统的茶叶 譬如饮料手要饮已经感觉被取代了 然后因为这样子我就想说一定要做区隔 因为本地的工厂越来越大间 为了要做饮料茶料它越做越大间 要说就是我们传统的自茶厂 小的自茶厂 所以不得不一定要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未来经营 所以我就去加入这个产销履历 农委会做推广的产销履历 茶汤滋味浓稠、甘甜清醇 入口发出醇合的玄米香气 欧正中参加产销履历后 致力于田间管理 并将理念与制茶厂分享并获得认同 于是他将生产的茶叶 参加了第二届的台湾产销履历 TAGS分类评件 获得了特选以及优选真的是实至名归 就要提升我们的瓶颈和外面的市场区隔 所以我们在地团管理 主要要是用有机肥料来施肥 再来就因为我去到我们这个产销 所谓的做医生菌的发酵 制作的医生菌发酵液 我自己感觉到外面的地团来比较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地团特别甘甜 最主要要是因为我们的地团管理 一直都用到有机肥料 加上我们的医生菌的配合 所以我们的地团做出来非常感兴 欧镇中在茶叶的田间管理相当用心 也在各大茶赛中获奖无数 这次参加农委会的产销履历茶评件中 获得了特选以及优选 这也表示只要用心管理与培制 民间茶的质感不输其他茶区的茶叶 他也鼓励年轻人一起打拼 我觉得如果有心要从事茶叶的一些年轻人 应该是要改变思维 为了要做到更好的地团 一定要更用心 相信我们民间的地团 绝对不会有关心地 只要你管理得好 草叠的技术 又用过去最传统的草叠方式 我们的地团绝对有经济力 运用有限的资源 发展传统茶产业 欧镇中的用心获得农委会的肯定 在茶产业文化上 可以让年轻一辈仿效学习 记者张东仁 民间乡采访报道